大家好,蔡英文批准了台积电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成立的永龄基金会 代表台湾当局洽谈购买1000万剂的新冠疫苗 这是最新的一个消息,蔡英文已经批准了 主要原因其实就是台湾岛内的疫情非常严重 自5月下旬以来,第二波疫情爆发 台湾已经确诊了14000多例病例,死亡人数超过500人了 三级警戒状态已经持续多日了 在不想实行彻底的封锁措施导致经济停摆的情况下 蔡英文想要彻底摆脱这波疫情的困扰 唯一的出路就是在岛内尽快普及疫苗接种 假如没法及时的有足够的疫苗 那岛内很多民怨可能将民进党推翻 现在民进党在岛内的整个的民调也是大大下降的 所以现在民进党蔡英文也是形势所迫 之前非常高傲 不用郭台铭也不用中国大陆相关的提供这些疫苗 但现在你看蔡英文同意了 这是台湾岛的一个新的变化 如果岛内因为疫情大家都失业 都吃不上饭 我告诉你台湾岛那些人我是经历过的 我也见过的 这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 甚至可以直接把民进党生吞活泼了 民进党可知道 虽然他是专门搞民粹的 但是台湾人如果因为经济 饭也吃不上 整个经济停摆 台湾老百姓会把蔡英文会把民进党直接扔进垃圾堆 根本不留情面的 你记住这是台湾政治的 另一面政治非常可怕的 政治是什么 政治玩的是人心 经济也不好 大家连饭都吃不上 你民进党怎么欺骗台湾人呢 台湾直接就把你们煮了吃了 所以民进党知道形势所迫 那只能什么 同意一千万剂的新冠疫苗进台湾 那这个事上你也可以看到 这个郭台铭和蔡英文之间也有斗争 郭台铭深深的知道这个时候蔡英文 是吧 你也没有办法 你需要疫苗 你看郭台铭就知道打疫苗牌 那蔡英文呢 首先呢 她是想自己从德国生产的这个疫苗 直接从德国引进 但是蔡英文呢 也有她自己的想法 在这点上 为什么呢 如果直接从德国引进的话 能够避免一中原则 这里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蔡英文有自己的政治想法 就是蔡英文民进党当局 台独这个政府呢 她想的是什么 避免一中原则 避免上中国大陆的这个当 因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啊 德国生产这个复必泰这个疫苗呢 首先要突破所谓的大陆的这个政治封锁 也就是一中原则 因为什么呢 上海复兴医药公司 很早跟德国签下的是 包括港澳台在内的中国地区的代理权 就是郭台铭要买这批复兴疫苗 要买这批复兴疫苗首先要经过德国方面允许 而德国方面允许他从上海运到台湾 那就是蔡英文政府同意了一个中国的原则 你记住啊 同意了一个中国的原则 那就是说台湾也属于中国 这个背后是有政治含义的 那蔡英文避免中了中国的忌 被迫承认一中原则 那蔡英文坚决拒绝从大陆 从上海买复兴疫苗 而要求郭台铭是要从德国直接购买 你记住啊 他同意是有条件的 要从德国直接购买 这里边是有蔡英文的和郭台铭里边的这种斗争的 郭台铭他其实呢 你可以看他是国民党 他其实希望是一中原则 但是蔡英文他是想否定一中原则 这里边这两个人是有斗争的 那郭台铭想从大陆的复兴购买 因为德国和大陆签了一个包括港澳台 台湾也在内的一个代理权 那你买了这个上海的复兴疫苗 也就是承认了一中原则 明白吧 郭台铭有这个想法的 而蔡英文呢 他为了避免上郭台铭的当 上中国大陆这个当 一中原则这个挖好了一个坑 他在这次同意的里边 说了我必须得从德国直接购买 直接进口 我给你解释清楚啊 你有时候看台湾很多新闻 你不清楚里边他这个逻辑啊 那也就是说蔡英文认为呢 这个代理合同里包含了一中原则政治前提啊 那假如蔡英文呢 通过复兴医药购买了叫复辟泰的疫苗 那么等于承认了一中原则 由于德国公司并不愿意违反 与复兴公司签订的代理合同 所以蔡英文呢 他想从德国直接购买疫苗 蔡英文当局 台湾当局是失败的 你之前也说了 德国方面不会直接向台湾方面 对吧 出售疫苗 如果出售的话 必须得从上海购买 蔡英文也没有办法突破 德国方面的一个中国原则 德国毕竟啊 比较台湾和中国大陆来看 德国方面还不会放弃大陆的利益 大陆利益实在太大 对吧 台湾对他来说这个利益太小 对吧 虽然口头上这个德国在台湾的代表 台湾你们也听一听 在台湾的代表 天天哄着你们台湾人啊 我们台德有益 德国和台湾永远是不是 永远是好朋友 但是德国政府是不会突破一中原则的 不会为了你们台独背书的 所以蔡英文也知道 直接从德国购买比较困难 那么就给 给这郭台铭出了个难题 让你去买 但是必须从德国运到台湾 直接从德国运到台湾 而不能从上海 这个事呢 我觉得郭台铭和蔡英文之间有博弈的 所以蔡英文呢 希望寄托在美国和日本身上购买这个疫苗 现在来看呢 美日给台湾提供疫苗有限 你看啊 郭台铭上来就1000万剂啊 美国也就给了他200多万剂 日本对吧 也就是大概不到500万剂 不到500万剂 所以是有限的不能解决台湾整体的疫苗问题 你记住这疫苗是达两针的 台湾2000多万需要5000万针的 哇 2000的差不多5000万针到1亿针 那你想想台湾缺口巨大 他给你个几百万 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效果的 这1000万剂这个数量巨大 所以蔡英文呢 对吧 从日本和美国那没有获得实际帮助 数量太少 虽然台湾媒体啊 现在炒作啊 我看台湾有些新闻 老是炒作 从德国 从美国 从日本获得什么疫苗 你看那个数量少得可怜 真正能解决台湾疫情问题的 还是这一批德国的啊 这批疫苗 而且是从中国进口的这批疫苗 那所以呢 在这种压力情况下 你看啊 这个郭台铭也就发现了 蔡英文的弱点 这些政治人物都是互相之间 既竞争又合作的啊 郭台铭之前呢 在台湾内部实际和蔡英文也有合作 这次呢 因为政治 你看啊 郭台铭 看到了这个蔡英文的软肋 你看直接 非常非常高调啊 非常高调媒体宣布 进口一千万机 知道你不能拒绝我 你看郭台铭想的也非常清楚 你不能拒绝我 但是蔡英文呢 将计就计 你不要进口吗 同意 但是呢 不能从啊 记住啊 不能从大陆直接运过来 要从德国转 那这个呢 现在蔡英文当局啊 又批了台积电与郭台铭 一同购买这个新冠疫苗 里面又加了这个台积电啊 所以你看啊 这是双保险 台积电和这个郭台铭一起来 从德国采购疫苗 从德国采购疫苗 实际上就是一个双保险 为什么呢 很简单啊 这个郭台铭啊 他呢 能不能从德国直接采购 现在蔡英文呢 你看啊 他心里没底 蔡英文是需要这一千万机疫苗的 没有这一千万疫苗 台湾整个疫情会恶化 他需要 但是又不能上了这个郭台铭的当 就是承认一中原则 那我就要从德国直接购买 德国直接购买 郭台铭可能有困难 那加入台积电 那你们两个一起 台积电有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台积电呢 他呢 等于是在国际上 特别是在汽车制造领域 汽车芯片 这个德国方面是有求于台积电 所以台积电出面 这个事能办成 你看蔡英文想的非常清楚啊 台湾原厂疫苗 不经过大陆直接送离台湾 那么德国方面呢 又因为台积电 对吧 有求于台积电 特别德国那些汽车厂商 很难拒绝台积电 直接从德国购买疫苗 这个事呢 就好商量 这样的话 蔡英文直接从德国采购疫苗 对吧 而且是台积电和郭台铭一起 削弱了郭台铭在这个事件中的 他的影响力 因为还有台积电 所以呢 你们两个一起来争攻 对吧 对我蔡英文的威胁最小 另外我蔡英文也避免了 大陆这个一中原则 掉进大陆挖好这个坑 你看啊 这一个采购疫苗事件 你看蔡英文的思维 蔡英文的想法 你再看看台湾这个方 这个因为一个采购疫苗 各方这种博弈 所以我说台湾人呢 你们相信这个民主啊 个人有个人的这个利益诉求 如果这样是非民主的 或者一些像大陆这种的 那上来直接就采购就完了 没有这些其他想法 所以啊 我说政治啊 特别是民主政治 看到最后啊 都是各自为政 各自有各自的利益 虽然有些人说啊 各自为自己的利益 这样的话 整个社会才能平衡 整个社会才能向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它也有消耗 消耗这一部分 那需要成本啊 需要什么 需要老百姓来买单 那现在台湾你看看 死去那些人 不就是成本吗 所以有时候这个政治啊 各种这个制度啊 各种政治制度 没有好没有坏的 有些效率高 但它可能很难让你接受 有些效率低 对吧 有些效率低 但是呢 有些人认为 这样效率低的 对吧 它能给你一个 给你一种 嗯 怎么说呢 更高的那个 更高的接受度吧 我认为是台湾 愿意更愿意接受民主制度 就因为它接受度更高 但是里面的成本 需要你台湾自己买单 而一些集权制度呢 可能你觉得 很难让你接受 接受度不高 但是它的效率更快 而且啊 它目标明确 并不包含自己的利益 因为有些这个 其实中国啊 有些这个新冠疫情 以后啊 有些官员的行为 它不是以自己的利益 为出发点 对吧 它是以整体社会利益 这样大家都能看到了 特别在新冠疫情 整个爆发是一两年 你可以看到 中国人疫情控制 跟台湾比较起来 速度非常快 控制效率非常高 这就是我说的 制度没有好坏 所以你看岛内啊 这么一个小岛 因为这么一个疫情的 疫情的爆发 新冠疫苗的进口 大家互相之间 都互相争夺啊 这点利益 那你就可以想象 如果中国 像台湾这个民主化以后 中国社会 就这种争夺啊 就中国这些能人 那比蔡英文高明的太多了 互相之间这种争权夺利 这种斗争 甚至会引入外国势力啊 那你想中国不得爆发内战吗 所以我一直在说啊 你从岛内啊 就小的这种政治斗争 你可以看到了 民主制度啊 对中国来说 分阶段 有的时候啊 对中国是好 有些时候 对中国来说是毒药 就这么一个小的疫苗引进啊 你可以看到 整个台湾岛内 这种政治的博弈啊 蔡英文呢 我觉得 还得看 还得看这个新冠疫苗 是1000万剂 德国疫苗能不能进来 如果进不来 我觉得台湾岛内啊 这个疫情再继续延 再继续延烧 那蔡英文 特别是民进党 这个执政 可能会终结 可能会终结 特别如果封锁了 台湾岛内 因为新冠疫情封锁 后续还有那个德尔塔病毒呢 德尔塔病毒 新病毒 你这个疫苗就算打完了 能不能处理掉德尔塔病毒 也很难说 所以台湾岛内 现在就是急需是疫苗 而这个蔡英文现在呢 疫苗弄不来 特别是最让 最容易弄的大陆的疫苗 碍于九二共识 对吧 碍于一中原则 它就是不用 你看吧 自己的政治考量 凌驾于台湾人民利益之上 我看完了 我看完这个新闻 我这么简单 一给你分析 你就明白了 里边各有各的想法 我觉得台湾人 你们都不傻 你们刺激着自己也知道 自己那个制度里边的弊端 我不想多说 对吧 郭台铭 你以为他是什么 他拿这个疫苗 拿台湾的这个东西 拿台湾老百姓这个利益 不也是当筹码 不也是当筹码 所以首先台湾你们自己想想 政治制度这个东西 并不像你想的那样 你那个制度就是 无敌的 就是永恒的 就是 他们想的 凌驾于大陆这种制度之上 分什么事 我希望台湾人都能想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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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台湾人都能想明白